我想说是关于五一长假期的一些比较令人鼓舞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我先读给大家听 根据国家移民局微信公众号超声 据统计今年五一长假期 就是有846万人次出入境 比去年2023年五一假期同期 今年增长了35% 这是相当大的数字 就是出入境总人数 看出入境总人数特别是5月3日 如果五一长假期整个假期是846万人 单单5月3日一日出入境总人数已经高达180万人次 相当多 我们看看一些细分 究竟是846万人次是怎么分呢? 首先第一个是内地居民 内地居民出入境占了476万人次 即是846万人次当中476万人是中国内地居民 这个已经占了大概五成多 接近六成 去年同期增长了38% 第二个分类就是港澳台居民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是291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 第三个分类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出入境的次数 在五一假期是779000人次 这个增长更厉害 比去年同期增长98% 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呢? 可以这样看 首先最多的是什么? 出入境人士佔比 始终都是内地 846万人次当中 有476万人次是内地的人 出入境 包括了 比如说我五一 比如说我即日来回 接着五月二日又去过 又出境 接着五月五日回来 如果这样就当四次了 五月一日来回 五月二日出境 五月五日回大陆 一个人已经是四次了 不要理他是不是一个人 总之出入境 次数加起来 就八百多万 比去年是升了35% 其实是很简单的 一个数字就是 如果身边是没有钱的 财困的 或者正如 早前 外国不断唱衰中国的经济 就是看到 比如说一月份的出口跌了 但是他又不会告诉你 整季是升了的 接着就说中国经济快崩溃了 中国经济很不行 消费很差 很多公司崩溃了 很多青年人失业 很多似乎是幹部都要减薪 之前拿了的花红 早一两年的花红 都要吐出来 接着 一谈死水 卖不了楼 消费相当差 中国很不行了 三头马车都不行了 出入口不行 消费不行 基建不行 他又不会提 他又不会告诉你 习主席都说了 现在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 新质是什么叫新质 比如说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或者新能源汽车的电池 或者太阳能板块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发展 都很好 比如说基建方面的发展 我们是帮了很多国家去建基建 就是我们输出了这种建造力 我们的农产品是连续十年丰收的 我们的太空科技 我们的火箭频密地升空 而美国的最近又有一个火箭 又升不了空了 就是 没有人会说这种东西 比如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再用美国的GPS 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北斗 现在发展到的阶段 就是说原来北斗比GPS更好 没有人会看这些东西 总之咬着一两个数据 就说中国很不行 内房泡沫爆破了 很不行 其实内房泡沫爆破了 有一件事其实很重要 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1978年前 当时国内的房地产 无论商业或者私人的住宅 商住的价值是什么 是零的 当时不能私有化 你私人是不能拥有一幢大厦 或者私人拥有的住宅 这个价值是零的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组屋 但是不可以自由去买卖 1978年前 改革开放之后才说 大家可以拥有自己的住宅 可以买房子 所以整个中国房地产的价值 本来是零的 那升到最高多少呢 上网有些数字 不太作准 但是可以参考 最高峰是可以去到400万亿 400万亿人民币 就是过去那四十多年 中国人或者外国人也好 拥有国内的商业 或者住宅的物业的价值 是由零升到400万亿人民币 就是由零开始 突然间 大家可以拥有房产之后 原来价值可以去到这么夸张 无端端多了400万亿 那当然 是一个纸上的财富去增长 但是当你这个市场是由零 发展到一个几百万亿的市场的时候 当中其实是有 可以开始有买卖了 可以开始就是说 我拥有多少价值的物业 真是看到 真是拿着 一个家庭可以拿着几百万 或者几千万的物业 原来 是吧 所以你会想 其实发展了四十年 由零开始变成400万亿人民币 好了 现在是 泡沫倒了 跌了 我当你跌一半 那你这个价值 还有二百万亿 那你会说 哎呀 跌了二百万亿 只有二百万亿 是啊 但是你跌了那里 其实不是你真正的财富 输了 你不是真的输了 因为你是 你从零开始 拿到四百万亿 现在变回二百万亿 那你二百万亿 在账面上 就消失了 是吧 但是你的资产 价值现在还有一半 或者多些 不止一半 大城市不止一半 可能还有六七成 就是三四线城市只有一半 就算你真的跌了那么多 那你不是真正的输 只要你不是用 不是借钱去买 那你的资产 你拥有着呢 就算你跌了价 你都依然是拥有着 那当然了 你又不可以再 用它 可能是做抵押 借很多钱 做不了这件事 做不了 肯定是会对 经济的民生有影响 但是那个真真正正 你说是不是很大很大的影响呢 其实就是要计算 要计算一下 要计算一下 究竟当市由零升到四百万亿的时候 在后期入市那一班 他们的监量大不大呢 他们是否借了很多钱呢 去买最后过去那几年的地产呢 如果他们借很大的监量 那当然有事了 那一班 但是如果由零开始拿到现在 那一班没有事了 如果他们没有借钱 是吧 是吧 他账面上失了而已 只要那份工还可以打 只要中国的经济 原来我刚才所说 我们还有一些饭数 一直不断地发展 那些是赚钱的行业 是吧 所以说一说 但是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 就是其实 真真正正的 你对这个国家的经济 怎样看呢 你不是这样看一两个月的 出入口数字啊 或者是PMI 跟着看它的内房 泡沫爆了 那你就说它不叠 怎样不叠 而是要看回整个国家 那么多的行业发展 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 新的增长动力在那里呢 那当然是有 旧的那些是否完全不行呢 基建消费 或者是出入口 一些商品是比较 low end的 或者日用品方面 那些是否全部不行 当然不是 那些都是继续做生意的 不过不是 可能就不是增长主力 是吧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美国不买 不买中国的製造的 譬如 卫生的製纸 这样 行不行 是吧 全世界其他国家 不买中国的製纸 行不行 那也挺大问题 不是说不行 也挺大问题 立刻出现 很多人 就是 外国的传媒 就是用一些 一个别的数字 就是踩中国 但其实不是 如果看高铁这些数字 就知道 八百多万人出入境 其中四百多万人是内地人 那证明 其实 你说是否 在一个经济很差的环境 什么经济快崩溃 很多人失业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失业就不会有钱旅游 不会有钱出入境 是吧 是吧 如果看回这些增长 说真的 港澳台是最差的 因为增长只有两成 国内出入境的次数是增长35% 而还有一个鼓舞的数字 外国人出入境 出入中国的境 虽然绝对数字 只是77万人次 但是比去年增长了98% 就是证明了很多外国游客 是正在回来的 也很热冲去中国旅游 或者做生意 所以就出入境 比去年 升了98% 那么当然 五一期内 主要都是旅游 不是商业 但是很明显看到是回来的 所以看到这些数字 我们都是觉得是鼓舞的 那么 说得多了 第一个题目 我想说一说 高铁五一出入境 这个数字 就是显示到什么呢 好了 我想说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就是说高铁的 高铁宣布了 有几条热门的高铁路线 将会调整价格 根据铁路12306官网 给大家看看官网的apps 如果大家有搭开高铁 大部分都有下载12306 你要抢上12306之后 你和国内手提电话挂钩了之后 基本上可以查你的机票 火车票 汽车票等等 这些资料 就可以通过12306去查的 好了 根据12306官网发布 由今年6月15日起 将会对 京港高铁武港段 护坤高铁护寒段 护坤高铁寒段 护坤高铁寒长段 寒深铁路寒涌段 他们运行的运行都是300公里以上 他们的票价将有调整 以京港高铁武港段为例 长沙至广州南二等座由2024年6月15日起公布表价是377元 现在是314元,是升了,将会是调升20% 很多人就说,哇,高铁不是国家的吗? 国家为什么会收高加价20%呢? 其实是这样的,现在铁路公司表示 其实调高这些线路都是比较繁忙的线路 以及是比较高速的线路,需求比较大 那些高需求的路线会加价 而需求低,可能价钱是不会怎么调整的,也是一个平衡 甚至乎平时有很多线路都可以打折 最高的折扣是可以减到55折 即是减45%,这是最多的折扣 好了,有些人会问,那高跌如何定价? 用2016年做分水令,2016年之前是由国家集中管理 主要是根据建设和营运成本来做基础 是定价的 当时记得是2007年曾经铁道部发布通知 他说软座票价基准每公里一等座是0.3366元 二等座每公里是0.28元 上下浮动10% 这是2007年当时定价的价格 所以一般的铁路是这样定价 高铁也是要根据建设成本和营运成本去定价 不是太高的,但是2016年就有分水令 2016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2016年2月 《国家法》发布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旅客票价政策 说明可以对高铁动车客票进行自主定价 高铁票价的调整要考虑高铁市场需求 运输供给力 铁路系统的财务平衡 市场竞争等等这些因素 从高铁运输供给力来看 对于高铁供给力比较紧张的线路 特别是京户 即是北京和上海 京港 即是北京和广东省 京哈 即是北京和哈尔滨等等 这些路线是相对繁忙的 所以会调高一些票价 因为有需求 有需求就有能力可以加价 根据市场的经济 但是看回整条数 又不是这么差 很多人说高铁加价当然不行 当然虚了 没错 有些线有繁忙的 不够繁忙的 真的要虚了 但是有些很繁忙的线 刚才我所说的 京湖京港京哈 这些是赚钱的 那整条数据都不是很差的 原来 好了 我给大家看看数字 2023年 国铁集团完成旅客 发送量36.8亿人 比2022年增长一倍多 都很高 增长很快 现在很多人是用高铁出行的 就算假期好 假期不用说 就算平日 有些线路都很高 有些线路 刚刚五一假期 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 保持1600万人次 5月1日当日 是2069万人次 在4月30日 发布了财务的缺算 2023年国铁集团实现营收12454亿 同比增长10.5% 淨利润33亿 首次突破30亿大关 即是说 2023年整个国铁集团 营业额 即是卖票是卖了12454亿 同比增长10% 当然了 赚的钱很少 33亿 即是你做12000亿生意 就赚33亿 很明显是一个 薄利的运作 但起码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 高铁蚀到趴在那里 即是高铁蚀到趴在那里 原来不是的 是有33亿赚的 不要听人乱说 当然蚀到趴在那里 有很多线路没有什么人回答 那你不告诉别人 有些线路迫到飞起 迫爆到飞起 所以是来一个平衡 所以现在高运输量的繁忙 可以加价 有些路线可能需求没有那么大 反而可以减价 拉云来说 原来去年 是有33亿赚的 这是一个市场的调整机制 根据市场 哪里生意多些的 需求多些就加一点 哪里生意差些的 就减少少价 刺激一下需求 这是市场经济 所以暂时这么看 高铁的发展都可以 乐观 增长又厉害 不忘了给大家看 很快 给大家看一分钟 所以 现在 大家看到 就是说 其实 有只股票是创历史新高 这叫葵程 你看到过去的年纪 由240-50元 升到现在415元 其实是历史新高 今年年初 破了高位之后 再慢慢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家 在中国出游的人 这么多 很多时候都是用 Ctrip.com 这个APP 去订机票 你看到里面 什么都有 酒店机票 火车票 旅游点票 什么都有 你进去 可以很多都可以订 不仅仅国内 譬如香港的迪士尼也可以 除了Ctrip.com 还有同情 同情也是这些APP 同情旅行 你见到原来 Ctrip.com和同情 它的APP 页面 都是差不多的 有时候进去都混乱 但是同情依然 也是很厉害 同情也是创历史新高 现在21.5% 它去年的低位 其实不是很久 去年12月是13.5% 升了接近八九成 过去那四五个月 很夸张 又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葵程 同情 这些股票 是做得挺好的 所以 有时候 其实股神说话 都很对 有时候都说 你看个别股票 不一定要看指数 如果你选择股票 一样都有机会 是赚到钱的 如果你见到 五一假期的数字 见到出入境的数字 见到高铁 那么多人坐 见到那么多人利用高铁 或者见到 其实很多人说 中国经济崩溃了 很不行 但是看五一假期内地 四百多万人次出境 全中国出入境次数 八百多万 比去年增长35% 那你就知道 难怪 同情 葵程 这些网站 那些利润是这么厉害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tea》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